主要是放在第27頁的地方 所以我一樣分享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可以參考一下雲南白板的第27頁 我剛剛寫的就這一段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這兩行 就是 可以利用這兩行裡面的這個List1 所以你print的話這個printList1 他就會幫我把 那個目錄裡面的 所有的東西列出來 0102這也可以把它delete掉 當然不是只有這個目錄啦 其實如果你要列別的目錄也可以啊 比如說假設 要列什麼 列那個 我滴疊底下這個目錄好了 這個目錄裡面有多少檔案你也可以把它複製 就在這邊把這個work後面的那個目錄名稱 把它做修改 那他print出來就會是 那個目錄裡面的所有的檔名 跟副檔名 那如果我有這些東西的話 假設我要把它檔案打開的話 該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開檔 那特別注意喔 開檔的話 怎麼去開它 那print當然我這邊全球有個地址 也就如果今天要開的是三重好了 那其實三重那個檔怎麼開呢 前面我們有講過啦 開檔的話是f 等於open open之後的話呢 後面的話就跟他講說 他的檔案在哪裡 那我是放在哪裡呢 d冒線 所以其實就是放在這個全省郵局地址 的下面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全省郵局地址 當然呢 我們前面做的是這樣啦 就是 三重 比如說我直接 假設我今天直接打 三重 點tst OK 那他就會直接幫我把 三重點tst打開來 後面記得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直接拿這個複製好了 貼過來 OK 這個前後 單以後可以拿掉 讀的話是 豆點然後裡面加一個r 表示我 把它讀到之後放在f物件 然後再利用f物件裡面的read 就可以把裡面東西讀出來了 那讀出來之後的話呢 如果我要把它 輸出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加一個s s等於什麼 或者c也可以啦 c等於read 那我只要把這個 c裡面的東西print了出來 OK OK 那你會發現 print的話 這個先 先把它註解掉 這個不用 那如果我只有讀三重來看一下 理論上這樣 就把三重讀 讀進來了 這就是三重裡面的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配合 OS.work的話 那我其實可以 拿這個list1 裡面的第0個 所以你其實假如說 比如說 我今天要把這個三重這個路徑 串在後面的話就是串接 然後呢 加一個list 中瓜虎第0格的話呢 這個第0格指的就是 三重.tst 然後把它串到這邊來 但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串接的話 前面這個路徑的尾巴這個 這個反斜線 他就沒有辦法 我們前面好像是利用那個R 可以讓他不需要 變兩個脫移自圓 兩個反斜線 可是特別注意 如果你後面串接 的是一個 檔名跟副檔名 那 這一個 就沒有辦法省略喔 也就這個地方你假設沒有加兩個雙以號的話 會出錯 這個可能比較特殊 要稍微 注意一下 把它執行一下 也就是我現在就不是輸入什麼三重.ts 我是直接是 從那個OS.work裡面抓三重點放在這裡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讀到的話也是三重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假如說我要讀的不是三重 我要是下一個是中立好了 那其實你可以把這邊改成 串列裡面的 第二個啦 剛剛有列出來 這第二個應該是 中立 所以我就把這個中立放這裡 那理論上執行應該會是讀取中立看一下 看一下這應該是中立 對沒錯這個就讀進來的話 在這裡 應該是中立沒問題 所以呢 如果說我今天 可以怎麼樣呢 一個一個讀取 一個一個寫出去的話 那不就可以串接在一起了嗎 那怎麼樣可以把這些全部都讀取 這裡的話呢我們就需要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那我就是跟他講說 你幫我從第0個 到 全部 全部 幾個不知道 那你可以用LEN LEN就算裡面有幾個 跟他講說你幫我把LIS1裡面的 所有算一下 算完這應該是25個啦 所以 0 到25個結 所以24 0到24那剛好就是他編號 最後一個其實就是24 那做什麼事呢 記得喔這個應該是For回圈所以下一階 做什麼呢 一個一個幫我讀出來之後 幫我把這個地方就放I就可以了 第1個 那就幫我把他 讀取 所以呢理論上會先讀三重 再讀什麼 再讀中立 再往下讀 反正就是按照他的順序啦 就是我們目錄裡面的 這個 這個順序 一個一個幫我讀取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第 第1個是三重 中立 台中有沒有 那分別讀取啦所以你現在假設把他直接輸出的話 他就會一個一個全部輸出 太快了一下就輸出完 那 可是問題來了 他並沒有存起來 所以如果要把讀取完的資料 順便 存起來的話 存檔喔不是剛才講過嗎 存檔 對不對 怎麼存檔喔 我先把這個註解掉 存檔怎麼存 很簡單嘛 其實可以拿上面這個參考 或者直接 F等於什麼 一樣是F等於Open 存檔喔 那我要存什麼檔名呢 我剛不是講喔 請你幫我存在哪裡呢 存在低疊底下 不是存在這裡面 存在低疊底下 存成一個 au.tst 的檔名 所以呢我們可以跟他講說 你幫我存到 低疊 D冒號 斜線 底下的au 點 tst 那我在前面加個小r 好 幫我存在這裡喔 那存的話呢記得是 豆點 我們前面教各位是什麼 如果要寫的話 是w 可是喔跟各位講一下喔 如果你這裡的話 假如是用w模式的話 會有個問題 w模式是複寫喔 也就是說呢如果你今天 假如是用w方式的話 他會 三重 讀取 寫出去之後 再來中立呢 就會把原來的三重給蓋掉了 所以喔特別注意喔這個地方你不能用 複寫模式喔 那你用什麼模式 另外還有第三種模式 叫做寫到後面模式 寫到後面模式有點像那個 前面list有個append 有沒有 實際上在這裡也有append的模式 所以呢這裡你可以把它改成a a模式 什麼叫a模式 我不用要複寫喔 如果我三重讀完之後我寫過去之後 那我 中立呢 就寫到他的下面 那叫 什麼a模式 OK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就什麼 f 點什麼呢 點write 打成 寫什麼東西呢 就把剛剛 讀到的三重 點tst 幫我把它寫到這邊來 並且呢 記得吧後面加一個close 那這樣的話他就什麼 讀一個三重 寫一個進來 讀一個中立 寫一個進來 一直寫一直寫 基本上的話呢 那我們就 完成程式了 最後頂多就是在最外面加一個printer printer什麼 合併 成功或者合併完成 這樣 這樣OK 假設啦 這個其實不寫沒關係啊 只是說如果你寫的話 會比較friendly一點點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他就是 開一個 寫一個 開一個 寫一個 比較重要是這個地方 我們用a模式喔 那我先把那個 低點底下本來有個 all.tst 把它刪掉 OK我們來看一下 資金 合併完成了 而且相當快喔 沒有不到一秒鐘 那 就可以看到有個叫 all.tst的檔案 三重沒有問題 往下卷動 看一下中立有沒有中立 這個地方有中立了 不過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中立這裡 理論上他應該要換行的 換到下一行 可是喔 我們剛剛好像 沒有幫他換行 主要原因是因為喔 這個檔案的最後面 最後面的部分喔 他其實呢 最後的地方沒有換行喔 只有前面的地方都有換行 所以喔如果我們要預防 你下一個檔案 的資料喔 假如說要可以折行到下面的話 我是建議喔你最後可以再加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你再把它不要說 可以在程式裡面喔 再加上什麼呢 寫出去的資料 後面喔 可以串接什麼 乾脆加兩個換行算 一個換行 是 他檔案後面的換行 然後另外一個換行呢 就是 讓他知道說 這是下一個檔案 OK所以這個地方可能要多一個換行 兩個換行就對了 我們來試一下喔 這個做完之後執行一下 合併完成 看一下檔案看看 打開 三重OK 那中立有沒有OK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是用A模式 所以這個檔可能要刪掉 不然的話他會放到後面去 這邊把它執行一下 合併完成 然後打開 看一下喔 那個中立會不會 這個時候的話 因為我加了兩個換行 所以第一個換行會加到這裡 第二個換行會加到這裡 那剛好 就是中間會 多一行空白行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主要 第一個喔 把那個全省郵局地址 全部的黨名付黨名 放在list1 一個一個開 一個一個寫 後面的話呢 補兩個換行 在後面 請各位先試試看